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万物可爱,一首光影之诗。 当王一博的名字与音乐联系在一起,我们总能期待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这一次,他的个人EP旁观者中的歌曲万物可爱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尤其是写真壁板照片、画面和光感的完美结合,仿佛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失忆和梦幻的世界。 王一博身穿黑色外套,戴着黑色帽子,一头短发干净利落,侧身看向前方,阳光打在他身上,这一瞬间仿佛被凝固成一个永恒的画面。 那光影中的轮廓,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大师级的摄影作品。 而他身上散发出的氛围感,更是让人心动不已。 这张照片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更是一个灵魂深处的世界。 他似乎在诉说着王一博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对世界的深沉情感。 在他的眼中,万物皆可爱,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学的韵味。 当我们沉浸在这张照片所营造的氛围中时,不禁会思考,究竟是什么让王一博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答案或许就在他的音乐之中。 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让人在旋律中找到共鸣和安慰。 而万物可爱更是如此,他用简单的词汇描绘出生活的美好,让人在忙碌和疲惫中找到一丝慰藉。 王一博的音乐和形象总是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更是情感和思想的融合。 而他的形象则是对这种音乐风格的最好诠释,无论是舞台上的表演还是生活中的点滴,他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总之,万物可爱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个光影和情感的交织体。 他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音乐才华的另一面,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内心世界。 对于王一博的粉丝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份最好的礼物。 而对于广大乐迷来说,这也是一份不容错过的音乐珍品。 在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王一博将继续用他的音乐和形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生活中,他都将成为我们心中的那一抹亮色,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